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來台灣採訪的時候 這是日本那個 Otowalks的副主編 卡奇馬桑 卡奇馬桑又 這是他帶我們去那個 採訪另外一個話題就是 保濕節衰微 那我們現在就走吧 你GO 聽說他在DC5喔 沒錯 我們就去GO 這個 這個 沒有啦 他一直講說 以前就是 比較 就是以前的那個 Honda的VTEC的引擎 它開起來 VTEC開起來的時候 非常的有VTEC的那個力量 就是有感覺啦 但是說 VTEC有開跟沒有開的 那個落差很大 可是他有DC5 這一個代息來講的話 他VT 開起來的力量 非常的 他的步驟是平順的 就是把前接的比較好 所以他那個力道的落差 沒有那麼大 就是比較順 可以讓駕駛的人 感覺比較不出來 可是變成說 尤其中愛於那Honda 那種VTEC的那種力道的 那個 他們運動手 就是那個駕駛者 他變得比較 覺得沒有那種 力道樂趣的 可是對於就是說 一般使用 或者是賽道來用的話 他那個落差一點降低 他扭力一點可以提早發揮 反而是 更優良 K20A這個引擎 它是2000cc 搭配上 它六速密質比的邊速箱 它的扭力來講的話 跟以往那個B48C那個時代 會跑得非常的多 厲害喔 日本的高速道路 高了 高了 真的高了 真的高了 很開心 怎麼這麼高 這麼高 渋滯 渋滯 真的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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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次我們來 遇到一個現象 跟這次的賽車也有點關係 就是 我們這次來遇到一個颱風 這個颱風 就是跟著慢慢往上跑 還滿大的 因為颱風 因為颱風來了 所以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 他們的道路就很 大家的車都開出來 比較容易塞車 我們塞車 塞得那麼辛苦 到底要去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去採訪寶石節 各位觀眾一定會覺得 寶石節我們採訪了那麼多次 幹嘛又去採訪寶石節 因為在日本 玩寶石節的人 大部分的 競速的舞台 就是以高速為主 不過 寶石節本來就是適合 高速 那個 競走的一種車種 可是 我們這次要去採訪的 寶石節非常的不一樣 他是 甩尾的 怎麼會找素貝 而且 聽說 動力是以 恩類為主的一個訴求 然後找素貝 非常奇怪的一種玩法 所以說 我們這次特別 在颱風天 去取財 寶石節 甩尾名人 在東京的附近 不知道會看到 什麼樣的寶石節 寶石鐵還是不會 這什麼跟什麼 我們現在已經脫離到 那個 這個 塞車的路段 來到橫宇縣 這個也是 手度高 競速的 接合點 然後我一直 這樣很開心 就這樣可以啊 那個 我們的 他現在上 非常的開心 開始驚了起來 他一直想要讓我們看看 他的 英特瓜的實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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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難怪是 熱血的男人 比特兒 非常好 很快 真的 超突然 是 很快 快 快 好爽 几个大便 這是SPEGAL在颱風中 為你做的實況報道 等一下 破紅胎 我們現在來到千葉縣的 那個La U Feleto 這一家店 這就是我們這次取材的對象 那個保時捷甩尾達人 然後我們進去看看裡面 今天好像因為颱風來 所以他休息 然後我們繼續 就是給大家採訪採訪 好不好 OK 走吧 一揭一揭 一揭一揭 La U Feleto 保時捷GD 這就是什麼東西 怎麼會嚇到這麼順風 這拿想像保時捷的比賽車 來 看看 我們最先看到的改裝 這是它的外觀 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奧燙庫 它這款是930的 保時捷930的911車款 它的外觀已經幾乎全數改掉了 第一個我們從萬馬 萬馬開始 然後奧燙庫 它奧燙庫跟唯一是一體的 一體式的 然後碰箍 它這一台的碰箍 有再進行拓關 這應該比911 拓勃的碰箍還要捧了 最特殊的是 這個 那個什麼 觸定 是卡翁的 這是卡翁的 喔 它還有一個強制進氣口 這好像在比賽車上 保時捷比賽車還滿多這個的 因為它是後製的引擎 然後它 因為它引擎直接狀況面積太小了 它不像法拉利旁邊開側閘 所以它們就在窗戶上開個側閘 然後引風進去 喔 然後 它前 它前面的孤也是碰出來了 這是整台的空衣套件 非常具有視覺效果 然後錢包桿的 四樣來講的話 跟我們所了解的那個 像我們之前去採訪 GTE的那個車款不一樣 它的改裝風格比較屬於 民間 不是那種有錢 很有錢那種派系在改裝 很高檔很豪華 講求錢的那種改裝 而是講求效果的改裝 所以改起來的視覺效果 蠻不一樣的 最重要是在性能 而不是在彰顯那種 那種錢的感覺 所以改起來的 那個什麼外觀不太一樣 我們找到 老闆來 製縫著也好 一周大体説明 車の周りで 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まず羽がこれ オリジナルですね これGT2WING クォーターが FRPで オリジナルで 本來の高さは ここが この辺に当たる 2インチぐらい上がってる さらに幅が 1インチぐらい出てる っていう感じですね 18インチのこんなに大きいタイヤでも ストロークしても ここに当たらないタイヤが ジャンプして着手した時にも 当たらないようにしてあります バンパーもそれに合わせて エクステンションしてるんで こんなの全部クォーターですね 一個はミッションクーラー 一個はオイルクーラー アクリルアクリル サイドステップもオリジナル ホイルが12J 10.5J フロントはこれから フェンダー こういう風に作ろうかと思ってる 最中です これが993RSのアルミ製 バンパーもオリジナルで オイルクーラーに直接風 当てるようにして これで油温が全然 20度ぐらい変わるんで 上がらないっていう まあ内装は オリジナルでロールゲージ サスペンションなんですけど だいたいこれ足 ほとんど動かないんですよね こんなにタイヤも 1ミリとか2ミリしか 隙間ないんですけど 普通に走っている分には全然当たらない サーキット走行でも当たらない 峠はしてても当たらない ただ高速道路で着地した時には 当たるぐらいな程度で なぜかというと ストロークがほとんどないんで 乗り心地は多少は悪いですけど そういう風になってますね ほとんど足動いてないですね その動いてない範囲の中で ダンパーの減水調整 ちょっと4回5回ぐらい 研究して 今の足で落ち着いてます キャンバーもこんな6度とか付いてると 本当走りづらいんですけど その辺はタイヤを無理やり収めるのと ちょっとかっこいいかなっていうノリで カッコいいければ早く走れ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寶石姐本来就是 跑車的一種象征 然後 他那個水外眼睛跟他霸氣的外觀 一直在車迷心目中有一個崇高的地位 然後 我們今天來採訪的這家店裡面呢 他最主要在做的改造就是 寶石姐的車体 他讓老車 因為930 930這款車 他因為畢竟他也是十幾二十年的車子 他的車体 依我們現在看的話 是蠻保守的 因為現在大家也碰晒晒晒 都做得很有跑格 所以說 他 為了賦予寶石姐新的生命 所以他特別開發了全車的套件 空力套件 暴龜 然後万把 車群 後尾翼 他最主要的目的 是讓寶石姐看起來 更像寶石姐 更有寶石姐的跑格 我想這也應該是喜愛 老四 就是930這一款或964這一款保濕捷 車主心目中 他們最想要達到的 因為 這款保濕捷可能是在 大家心目中裡面 最有保濕捷的吧 中井先生也是為了說要延續保濕捷的這股霸氣 他讓 保濕捷的 那種 戰鬥氣息 更加的濃厚 因此推出了這些套件 相信各位讀者一定對這一組 FRP包的那個價位 感到很有興趣 我自己也很有興趣 這裏包包含了前保桿後保桿 四輪包龜 側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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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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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百二十萬一票 連工代料都很可慘 據中頂先生表示 一台930的中古寶石節在日本售價大概兩百萬日幣 改成這個樣子 不包含避震器大概一百二十萬 包含避震器大概一百五十萬左右 看起來 就會變成一種霸王的氣勢 他說這樣子來講的話是非常的划算 這是他另外一個車友的車子 然後他這台車碰箍的套件一樣也是使用他們自家的套件 可是他的做法不一樣是一般補頭和補頭 那是整個套件 靠好它 合起來 用帽子電起來 這在他們的GT車裡面蠻常看見這個樣子的那個什麼的外觀 所以說就是用套件然後把帽子合起來 這是另外一種更有撒起的作法 我比較喜歡一種 比較壞 他在陰門幫裡面的升降機已經讓他聽到的清涼化 然後他在那邊做一個型號 頭門起來就把他修起來 然後用到頭門掉下來 清涼化的代價 沒有電動 手動 我們看一下他內裝的橙色 內裝第一個讓我印象的較深刻就是他的反滾架 他的反滾架 他的反滾架 真粗 這是他自己去核 自己燒的 這不是進口的品牌 因為這部 他的車 老闆的這部保時捷本身也有在跑那個 比賽 所以說 反滾架變成必備的那個 必要的一個改裝品 然後 比較特殊 我有一點看這個比較特殊就是 他的 垃圾架是卡牧的 他不是大卡牧布 是整體都卡牧的 哦 哦 這看真的要流水冷啊 我比較含 卡牧的蠟雞棒 他有 叫比賽車的樣子 我們在打開那個摩托拐的時候 我們發現到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就是 一顆喇叭 我們本來 以為那個喇叭 那個喇叭是他弄的那個什麼 那喇叭聲音大聲的 結果 經過 尋訪之下 不是 真正的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車牌 那喇叭的 關鍵出了這個車牌 他這個車牌 稍微給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也就是他們這個地方嘛 對不對 然後 巴巴 巴巴 巴巴這個 這個代號來講的話 是一般那個廣告宣傳車在用的車牌 然後你要跟巴巴這個車牌 你一定要有喇叭這個東西 這讓人心情這塊牌 然後 可能是為了對應車檢 他們才會去請這個牌 不然這個改的那麼嚴重 應該是請不到牌 然後有一個對應巴巴 他就要創一個喇叭 就放下去了 這樣 都可以掛 宣傳車的牌 什麼 現在寶石姐的車牌 他看了 在日本看了 巴巴 寶石姐 你怎麼知道這是宣傳車 宣傳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引擎好了 他這台寶石姐的引擎 他是使用到 RS-R3.8 這個 這款的引擎 就是我們 當然說RS啦 RS-ANIN 3800cc 然後 比較特殊的 就是他改了 來 直噴 六吼直噴 他是使用上那個 美國PMO 的那個 六吼直噴的系統 因為 這樣子的改裝 聽說是NA 不是聽說 直噴的改裝是NA的引擎 提升馬力最大的一個 改裝法 所以說他直接也是 用 寶石姐改六吼直噴 然後 點火方面來講話 他是用了 MSD 7AL的點火系統 因為寶石姐的點火本身就蠻弱的 不是蠻弱的 930的點火系統蠻容易 出狀況的 所以他把整個點火系統的部分來做了很大的修正 然後 MSD 7AL來做補正 變速箱也是一個他的改裝裡面一個蠻大的部分 因為930的變速箱也是蠻脆弱的 所以說他使用上了WPC 就是噴出式的硬化法 那個把所有的齒輪都把它硬化 強化 然後 最好玩的是他有LSD 他的LSD是用SKYLINE的LSD去改的 然後 他這台車的避震器來講的話 是用那個 DEDT SPECIAL的那個車高條 這個台灣好像 沒有這個品牌 那 鋁圈是用到SSR18吋的鋁圈 10.5J 然後 後面是 前面10.5J後面12J的 那個鋁圈 大概的馬力大概在350匹左右 350匹的MA保濕節 拿來走 水尾跟走山路 其實太恐怖了 其實這個引擎 其實這個引擎 我們之前就爆過一次了 最近我們去Promotect Promotect那個 專門改保濕節那個 小楓老頭那裡 不是小楓先生那裡 不是小楓老頭 他還不是有改台橘色 跑林寺的那個保濕節嗎 那個引擎聲音很暴力那一台 跑 林寺可以跑寺廟台喔 那個引擎 就是這台 被我們的這位 中景先生 買過來了 哈哈哈哈 不然我都奇怪 怎麼會覺得這隻 這隻很緊繃 欸 啊 出來用那麼大的 圓圓在招 在招 招技術賽喔 在招場地 招場地賽這樣喔 哦 好厲害喔 這麼厲害喔 這隻是 040秒台的實力 蛤 蛤 有 馬力 馬力是 040秒台的實力 拿來找電話 啊 還有一項啊 我跟你說一項好玩的喔 他的招牌 他招牌齁 招牌齁 招牌齁 招牌是 RSR的 RSR的 這 這 這 RSR的招牌 因為 說到這個 重要的是 因為他要這麼大 他不想用 不然是傳輸如果不好 也是拿起來 啊 啊 Promote 圓圓圓 這個 太穩了 太穩了 好 剛剛他發起來 然後拉了兩下油門 頓時間 噴到後面 數十公尺 沒有啦 心臟啦 嚇一跳 他要吹嗎 幫他弄一跳 好一吹耶 哇那個音爆喔 好誇張喔 多喉石噴的引擎 果然是 魄力十足 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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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六十年間 八六十年間 くらい 遊んでたんですよ 十年間 十年くらい それで ドリフトやってて 遊び ドリフト遊びしてた 行動で 十年くらい経って 次何でやろうかっていうと レース じゃあ ポルシェ なんでかって ポルシェ安い 壊れない 車っていうのは 仕事上 ポルシェの仕事やってたんで 知ってたんで 全く同じなんですね 86は86で 部品いっぱい流通 多い ポルシェも 世界で多い 別に特別な車で やってるつもりは 全然なくて そのイメージは 今まで 作られてきたイメージですよね 高い車 高級車って イメージあるけど スポーツカーなんですよ だから全然 同じですよね 86も一応 スポーツカーですから 自分が楽しいドリフト 見せて楽しいドリフト いろいろあるんで ホンドルは難しいですよ 90度 角度的にね 高速ドリフトは 簡単なんだけど 低速の ヘアピンのドリフトは 難しい ほとんどできないぐらい 難しい 高中速は 簡単なんですよ 比較的に 巻き込むような ヘアピンの タイトなところを 新入から横向けて 今やるようなドリフト 曲ゲー的な ああいう曲ゲー的な ドリフトは 向いてないですよね やりづらいし タイマータック そうですね やる方式ですよ 59秒ぐらい слышァーフローバー 店員は 保持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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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地 vida サク struggled シタイアミヤノ 然後又霸氣那種感覺 味道 所以基本上這台車 是沒有任何舒適感的 保持野原廠就很硬 然後它在改裝之後 它的BM7只有兩公分的壓縮行程 所以舒適感完全沒有 再加上這麼大的動力 所以坐在上面 假如說你不是狂熱者的話 只能說以折磨兩個字來形容 所以那酒店小姐 最終中一次她搖 後續就完了 這就是 誰比賽車在錄的爬妹妹的後果 所以說 以後你有機會煞這種保持野 要記住 第一次搖到哪裡 要... 我手不去 拜拜 就這樣 各位SPEG-R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們這個 零四的時間 各位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怎麼一下子一百兩百 一下子零四呢 其實是大於場地上的關係 所以說我們一有辦法尋到 可以測零四的地方的時候 馬上就會緊急的通知大家 趕快來跑零四 然後假如說場地上又沒有辦法 順利的取得的話 那我們就只能好改測一百兩百 沒辦法啦 因為真的台灣目前來講的話 房標的那個風氣比較興盛 所以在場地的旋律上比較不容易 嗯 好 這次的零四場地 很不容易都要嘉義又找到 又是嘉義 你看這個風水很好 你看這麼長的路 對不對 所以說 來 各位店家們 像你那一台 照零四的車 可以稍微精力的 發展 這十萬應該可以再上車 好不好 好 期待我們這一期會有什麼好的 那個車子的出現 你的車 很明顯耶 看起來是 跟雷子 對 對 你... 跟月頭的呢 T25 T25喔 對 T25是那個六十個嘛 對 對 呃... 你這個單突引擎嗎 對 單突引擎 單突沒有要貼車 啊 北來那個... 那個... 納頂的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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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頂 納...納頂 納頂 納頂是什麼 納頂 納頂活塞就對了 對 那手比像什麼樣 出... 白 喔 這麼多雞喔 對 喔 那賠送出六的喔 不會 他又... 又有換過 所以他的上吃點 欸 不夠... 不夠那個水平 喔 你... 你連那個靈感都換得比較低就對了 對 讓他活塞走不夠上吃 對... 喔 不怪你的壓素比才八而已 嘿嘿 啊所以你鎮壓子應該打得很大嗎 欸... 1.2 喔喔喔喔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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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都打得很高就對了 那個...1.2算... 還好啦 算...還好 那強的都... 1.5 1.5 你... 你...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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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我平常是... 台北也是...這台 對啊 啊電腦呢?你用什麼電腦的控制? 電腦... 一台那個... Image 一台... 外加那個... Ready 4 那個... 本有水4機 喔 Trust他的3V4 外加4機本有水的程式電腦 對 啊...還用Image來下 對 那...現在... 現在... 下點火 下點火嗎 下點火 看到那兩個字就知道 這台車是那個... 殺豬胸的 哈哈哈哈 我跟你講喔 你看這個畫面是不是很飽滿 哈哈哈哈 你這台怎麼又來了? 因為上次車的不好 所以想再試看看 想再試看看 對 據你剛剛是以下給我表示說 上次在澎湖的時候 因為起步起得很... 太拉對不對 對 太爛了 太爛了 對 斷地就對了 對 斷地 所以沒有辦法發揮你的... 大白 這剩大白 不剩小白喔 剩大白的實力就對了 這年跑幾秒 在澎湖嗎 十二秒多 十二秒多嗎 那原來最好跑幾秒 十一秒七 十一秒七 所以有點落差嘛 對對 確實 對 那這次車還有改善嗎 沒有沒有 哈哈 你老有改善嗎 老有比較輕一點 哈哈哈哈 這比較重點 我看你... 這算第二次經緣了嘛 騙了之後第二次了嘛 越來越散了喔 還好 還好喔 那這次的策略是 要幾千元放開電啦 意思喔 因為這個原地增加 大概也是五千五左右而已 五千五左右 那你上次是多少放 也是一樣五千五 啊你... 欸喂 啊你之前五千五放啦 你這次還要放五千五 你夠爛喔 放了不好 所以它會燉電 放了好它就會動出來了 喔 啊你...你...你現在有練習嗎 三個啊 三個啊 啊好啊放呢 好啦 你又三個才會記耶 要記 配喔 多一次 哈哈哈哈 好啦就看它五千五 好啊放 看看可以帶出比 之前11秒七個好先走好不好 好 OK 加油 大布袋大麥廠 欸 大布袋大麥廠 在這裡 啊 大布袋大麥廠 在這裡 好棒喔 4 不知道要換這台 我一直覺得很懷疑耶 熟啊 熟 對啊 怎麼說熟 這幾十萬元而已 喔 這幾十萬元而已 對啊 幾十萬元 那改裝 改裝潛力感很大 很大 多大 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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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小塊錢就很好找 花小塊錢就很好找 真的嗎 像你這隻 你這隻的開材 這隻就 跟頭部的你們 還有兩顆鞋子 還有一隻米婦羅這樣 你叫小塊鞋喔 欸 年輕的 你看米婦羅 你叫小塊鞋喔 你叫小塊鞋子 你叫小塊鞋子喔 你這隻是弄日龜 日龜VQ30DDD的你嗎 日龜的 日龜 那改裝什麼鞋子 六個肉 鞋子 鞋子 那原來幾盒 原來三盒 原來三盒而已喔 那你改做鞋子 鞋子 對 差多少喔 不會啦 差一點點而已 這塞 塞塞的而已 塞塞的而已喔 現在就先用1公斤 後一爪用1公斤 3公斤 喔 先用1公斤 上去那裡啦 只要用1公斤 看看 買鞋子 你說稍微看多少 買鞋子多少 不用啦 三個月沒到四百 三個月啊 三個月啊 可能是 跑車 哇 我 嗯 算了 突然一陣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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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ㄎˋ 他說他的那個回去啦 他看看他什麼回去啦 他再這樣就好了 你要捅 三秒鐘點 哈哈哈哈 4P人力的人 怎麼啦 是什麼 你是有什麼困惑啦 沒關係 你告訴我沒關係啦 怎麼啦 你台風座的轉 台風座的轉啊 怎麼會轉去 不要太多 不要太多 你不要頭蓋你就不會 你不要小蓋 小蓋台風座的轉去 你老闆 要怎麼辦 要怎麼 要怎麼回事 要怎麼回事 可以嗎 我們這個測民室你知道嗎 知道 都可以到 我知道 這樣就來了 這樣就好了 那裡面有什麼東西 有 北來 北來 北來有什麼東西 北來 北來有什麼東西 北來 北來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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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北來有什麼東西 為什麼 隔開燈吧 你這隻還在賣這麼多東西嗎 什麼東西 九千 九千塊 單突做的九千塊喔 你說隔開燈嗎 對 什麼隔開燈 它 三百塊 我剛才隔開三百塊 不知道三百塊 三百塊喔 生一個人這樣 那等一下應該有改吧 有 有 十瓶的金片 你改十瓶的金片 對 不然可以到九千塊喔 對 那你 MISSION 什麼 MISSION LST LST 那持筆怎麼賣 持筆沒有 這裡有原地的 客人還是原地的 對 這塊就是 LST MISSION 整塊都沒有 日規 LST MISSION 那你用隔開燈 來招零四五 什麼策略嗎 用氣泡 要九千檔氣泡 還是說 九千檔是沒辦法 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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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輕量化嗎 有 有做輕量化嗎 好啦 沒辦法 找看這隻隔開燈 好 這隻 早就聽說大塊了喔 還好啦 還好 跟他 開燈和秀的錢 召到燈和坐的好客 對 這隻隔開燈 只能做旅行生 這個SUPER 對 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是IMPRESA達人 這隻隔開燈 這隻隔開燈 老主這台隔開燈 外觀不錯吧 好看吧 很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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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三千CC的 要做比較好 比較有空間 比較有空間 你這隻 沒有坐的問題 什麼 沒說完整的吧 電腦 卡姆 雷仔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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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電腦 阿川尼克 你家的膠擺 阿川尼克也是用的 對速排也有嗎 有啊 什麼車都可以裝 什麼車都可以裝喔 腳踏車可以嗎 腳踏車不行 腳踏車不行啊 你看 是一台不行 阿川尼克電腦 然後卡姆 什麼卡姆 264 HKs HKs 264 我看你的雷仔也加大 兩顆 沒有 還沒做到那裡 可能會更大顆 那現在是 這TD06的兩顆啊 現在目前是 它越來越來越多 現在兩顆雷仔 改做TD06 那這隻雷仔 1.7 1.7 1.7 我對我會計 你算量都很大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某部分大 所以 兩顆啦 不是啦 看我更像兩顆 你個人比較偏好 高增壓的設定 對 你這種SUPER 這個不知道嗎 你傳動系統 做什麼 沒有都沒有啦 都原廠的 米秀也原廠 L-STD也原廠 都原廠這樣 站得住嗎 會啦 會喔 沒關係喔 好 我們來看 金頓胸 他這台 新的玩具 你的新玩具 SUPER 有什麼 請結束 好 金頓伯伯剛剛 那個 詭異了一笑 喂 小年你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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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你唱 原來你唱 是因為那個背起來 所以他在唱 我其實說你 塑膠塞 沒關係 讓你開心 原來是那個背起來喔 你的第一飛背 真頓 真頓兄弟 你的車怎麼 怎麼 怎麼要叫 說下去 什麼說下去 去說喔 好主題 沒有 那個 好 老婆的進氣館 掉了喔 嗯 還沒想到 撕掉他嗎 沒有啦 他還會燒到芭蕉啊 喔 燒到芭蕉啊 這兩次都不會這樣 不會啊 不會吧 每次來車林寺都會這樣 怕到的 太快了 我們真頓兄 這次的電影 看看太多 燒到 我們照林寺是頭 照林寺是頭一堆營養的 這是什麼情形 車比較不會甩尾 真的嗎 你說這是正經的嗎 真的啦 美國那邊聽說照林寺 不像老闆都在那裡 對喔 嗯 不過剛才我看你想要 放給我聽到 嗯 如果動動動動 放三個而已就沒什麼 哈哈哈哈 收到的啦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實齁 這種生活齁 在日本其實有一種族群叫做 叫做 Sport Kong Sport Kong 那些車就是蓋得很炫的 彩繪得很漂亮 他們都蓋得很穿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要蓋得很大 用紀念去玩的 所以基本上你這隻也算 Sport Kong的風格 還好啦 還好啦 你什麼都要穿得很 很頭髮 台灣Sport Kong的風氣 還不是很新鎮吧 對啊 還不是很新鎮吧 而且它Sport Kong 好像比較 比較有些特定的車 是日本跑車對吧 嗯 我之前一般是 我既的車 百貨的 還要多開錢 對啊 我喜歡 我喜歡 那些車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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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車 都很無聊 有機遇到 我喜歡 我喜歡 你覺得 我喜歡 你覺得 你覺得 我批評 剛才來跑 零四一定有改了很多好料對不對 還好啦 還好 你改了什麼樣的東東 你有沒有換一個引擎 換一個引擎 雙突Btec喔 不是啦 看起來不是 那是TBI 你換什麼引擎 EJ25的喔 你換EJ25的喔 對啊 EJ25引擎 我要看你渦輪也換滿大顆的 對啊 還好啦 換什麼渦輪 T04的 你換T04喔 對 你現在直接打多少 1.1而已 1.1喔 對 蠻大的呢 電腦用什麼電腦 EMAGE而已 用EMAGE而已喔 對 夠用嗎 跟得到嗎 嗯 不太夠用 不太夠用 嗯 想必噴射嘴應該有加大吧 總沒有 蛤 蛤 噴射嘴沒有加大 T041 你噴射嘴是 2500的噴射嘴啊 還是2000的 2000的而已 就2000的而已 對 哇 這樣拍一點比 厲害耶 哈哈哈哈哈哈 2500cc的引擎 跟你前開1J20有什麼樣不一樣的感覺 低速扭力很好 低速扭力很好 對 然後 渦輪 覺得太早開 渦輪太早 喔 2500cc推遞 是比較勤奮就對了 對 喔 有拍攝說 目標要走幾秒嗎 心理預想 隨便啦 隨便 自在參加啦 對啊 可以爆的味道 渦輪太早就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會幹掉渦輪走幾秒 我不知道 12秒幾呢 嗯 要把它幹掉就對了 嗯 他第一趟成績出來 是12秒3 12秒3 對嗎 成功的幹掉渦輪嘛 對不對 哈哈哈哈 渦輪真的走幾秒你知道嗎 渦輪你這兩十幾秒 12秒87 渦輪你啊 12秒87喔 太好了 還要爆一下 渦輪你嗎 渦輪你還要來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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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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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這塊換新的雞腳貴 要來摩托一下 還換兩隻雞腳貴 要來放在店舖上 你這塊雞腳貴換新的喔 對 換什麼雞腳貴 同樣比20米的 你之前那塊有什麼差嗎 這塊比較新的 來摩托一下 這塊比較新的 這是什麼台子 騎的 騎也多少 16米的 16米的 16米喔 你之前沒有嗎 對 之前幾個都完唱的 你之前幾個完唱 有才13秒夠嗎 那你現在看26米的騎 是 那電腦呢 沒關係 跟之前的都一樣 笑氣的 笑氣 沒有了 蛤 笑氣拿掉了 為什麼 蛤 為什麼 因為 現在的不是標準配備 你說之前煮笑氣的 那麼快你現在加強下去 還煮笑氣應該會更快 那就要試試看 這個圓的看 哦 你要試試看 你做這個加強的 不要用笑氣的效果是怎樣 是 哦 哦 十三秒九 九五耶 沒辦法 七五耶 七五耶 他的心很大 好 要好好走一下 其實20B現在在街上 也還是很流行 嗯 13秒9的NA 很可怕喔 看看這次會有幾秒的表現 嗯 加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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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古鯊看的演藝 有變過了 我們已經派我了 什麼演藝 兩千的 雙突 兩千的 雙突 雙突的兩千的這塊是 什麼車你有搭載的 Axtra 2000 GSI Axtra 以前有一張龍潭 1993年的時候 93年 Axtra嘛 兩千的 GSI 對 GSI 他這個原來買到百幾乎 百五 原來是百五乎 原來是百五乎 好像有手牌便利箱可以搭載對不對 有 這個就配手牌 就配手牌嘛對不對 啊就 錄到錄在床山上 對啊 這工程應該蠻浩大的吧 嗯 要改一台硬硬車 喔 一台硬硬車而已 那外國有錄到三千的 歐美加的喔 對啊 歐美加的喔 喔 那輕的車錄比較大 你怎麼這樣走起來 蠻年重的比應該就漂亮 對啊 比較漂亮 那延續的問題呢 很難注意的 延續不會啊 它的通車式都比較相容 所以都改了 喔 油保車系都比較相容 比較改的 我看現在外觀也花了蠻多的精神 嗯 外觀也改就可以了 它的眼光 你把它蓋一下好 它的眼光比較好看 怎麼看的 怎麼看的 我搞不清楚什麼車這樣喔 對啊 比較有殺氣吧 比較有殺氣喔 嗯 那有預測公里車可以走幾秒吧 你自己打算 預測應該是十五秒的時候 十五秒過了吧 十五秒過了吧 十五秒過啊 你看看 十五秒過 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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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SBIGGA的觀眾大家好 在這麼寒冷的冬天裡面 要來點熱热一點的東西 所以這次的進車特收 我們來到台南 台南幹嘛呢 來那個採訪那個 第一屆 橫移滑走精進賽 這個是台南市政府所舉辦的一個 所謂的甩尾賽 然後他們特別邀請的 算是我們節目中的常客 厚騰先生 沒錯 他又來了 而且是來參加甩尾大賽 那這次 有台灣跟日本的 很多的所謂甩尾的好手 來共享盛取這個活動 我們來看看這個 也算是中日的交流站 又交流了 因為我最近怎麼這麼常交流呢 真是的 看看這次交流站有什麼精彩的 精彩的話題 好不好 接著 好 比方見到農民 這次要真是 其實現在是 有機器 一個字 一向它 一向它 一向很多大方 一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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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這裡要不來 我們來看一個 沒錯 這就是拓海 那台AE86 在台灣看到這個車 很奇怪對不對 這是油駕的 這個是由我們台南的G Power 由我們G董所提供 奇怪 我們G董怎麼有這台車 我們問一下好了 你是為了這次的活動 專門就是運這台86過來嗎 對啊 對啊 這台86有做什麼樣的改裝嗎 沒有啊 全部原廠嗎 對啊 底盤有改嗎 有啊 換避震器和LST而已 LST喔 對 這次後騰來 他不是很多人來 他繞一旁來 繞一旁去採訪甩尾那旁來 讓台灣人見識日本人的實力 我叫他介紹一下好了 來 不好意思 你介紹一下你的日本友人好了 好嗎 OK 我說什麼都聽了 你看有厲害嗎 台語也會通 好 小山 小山 見 好嗎 謝謝 我來 我來 我是一位日本選手 好嗎 你來 好嗎 我來 你來 我來 找人 我來 我來 找人 是一位日本選手 我只是說這隻兩人在這裡拍了幾天 現在已經在這裡了 名字是嗎? Kojima Kojima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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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稍微給你介紹一下 他這裡都說是86的 他的86是蟻子 蟻子 蟻子 順便提一下 他在日本是那個 他們這個族群中 他是電腦設定的一個達人 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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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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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著實的見識到 他們日本人其實所有的水平都蠻高的 不只是只有 因為後腿比較常來說 我們比較熟悉他 輸來輸去 手要咬咬咬咬咬 其實不只是他 幾乎每個人的水準 都有到一定的程度以上 因為所有的這種風氣 在日本已經心之有年 所以大家玩車的族群裡面 因為會很想去追求一個 所謂的一個目標 所以他們大家練起來的感覺 都可以達到一定的水準以上 所以你最看的 你每個人都玩到天窗 在那邊手機下去 有開門的啦 有兩支手的啦 不知道有沒有人家脫衣的喔 水準是非常的高的 對 看清楚 對 沿著啊 按下去 還是要在哪邊 是好的 有什麼進去 這是體驗油 這種體驗油的話 有點硬吧 那個大會抽出一個幸運的 不知道是幸運還是不幸 不幸的 然後下去今天體驗一下甩尾的快感 等一下下來的時候 採訪一下他好了 看會不會昏倒 好可惜 第二觀眾 國民掌聲 我請到那邊再坐一會兒 那我玩了 剛才本來要採訪一下那個 其實那個體驗的那個觀眾 就他一下車嚇傻了 浪槓一樣 怎麼救的救不回來 可見的這個甩尾其實 看起來很漂亮 其實瘦起來應該是很可怕的 這可能就有十大 好 很多人以前的那個 那邊要把這個 隔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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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輪胎已經被他甩壞了 他們慘了 要換輪胎 他們昨天已經甩了一天了 一天甩了四組 好 今天剛開始而已 就把他甩爛了 其實這台巴勒真的很可憐 人家在日本走行會是 一個人一台巴勒 帶他輪流下去甩 他們這裡是四五公斤這台 不然輪胎直接用完了 我看這個圓圓都很可憐 幸好後藤有講 幸好這台是原廠引擎 不然的話 我看這個 他說只要這個 稍微有改裝的話 一天甩個十二小時 這還沒四組很奇怪 所以這是 甚至他說台灣的86 太可憐 太嚴苛了 四十二點鐘 這就瘋了 哈哈哈哈 戴著帽子戴著鱉皮那麼酷 他在這裡帶 然後你往前鎖 等一下都要再保 你有保安泰嗎 哈哈哈哈 沒關係沒關係 這樣就可以了 防止人飛出去就可以了 好 小廚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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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來 腿不睡 腿不停死 感覺怎麼樣 講一下感受 Sk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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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說要有輪刺 被你本來 我本來 真的Skoy RY 你們幫你看 還有 我看到 Skoy Skoy 是 青龍在現場 青龍 青龍在現場 小朋友看一個很豐言豐語的樣子 現在就可以看到 小姐 其樂小什麼感覺呢 你騙我 豐火子 妳要看一個美女變成豐火子 很簡單 就要坐甩遠的車就可以了 你騙我 太瘋了 我 我真的太瘋了 我一直要踢 妳到底在笑我看我 有 有 有 好啊 下車 Timoji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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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黑青的 腳黑青的對不對 一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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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瘋 哈哈 終於發生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在這台86 這兩天被他們狂甩之後 它壞掉了 就是 嗯 太可憐的車了 其實不能怪這台車 這台車真的是 被甩的真是 太誇張了 嗯 看他們有沒有辦法把它修好 好 那 etwas mis 它 要 很高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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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藥都害死了 手藥都害死了 因為他們 他們因為這樣子長時間甩下來 導致整個輪胎都變形了 都Q一邊而已 因為不管是左往右往 長時間甩的話那輪胎 因為他們前面是開頭印是開頭奧的 然後甩的話輪胎會往外擠 所以他現在開起來有點轉向不準 不太好開 所以說他們現在用野戰定位法 在檢查他們的定位 在檢查這種感覺 大家會追上的照片 林鄭炮 抓到OL 綾芬 發祀 小姐,你保險了沒有? 有喔 人家甩人在這裡幹什麼? 沒辦法,他要甩尾 他甩你就對了? 是 太好了 他要原地打轉 甩死他吧 安泰嗎? 你有保安泰嗎? 是想撞到啊,謝謝 真的?剛剛有撞到一個知道嗎? 你沒有看到對不對? 那個已經用直升機送走了,你知道嗎? 他們應該是沒有保安泰吧 那個... 趕快走 他要做什麼? 他要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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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要轉轉 他要轉轉 他要轉轉 好 好 好 他們太過了吧 那是嗎 你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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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めて 初めて走 難し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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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